既然红莲形态的哥斯拉能秒杀王者基多拉 为什么在哥斯拉大战金刚里 无论是大战骷髅导王金刚 还是在被机械哥斯拉打到奄奄一息时 哥总为什么始终不进入红莲形态 甚至就连大招原子吐息都很少使用 首先我们需要了解一下哥斯拉的身体构造 他的体内有一种类似原子反应炉的器官 通过大量进食和燃料从而裂变产生出身体所需的能量 其内脏更是可以承受十万度高温 以核废料为时的哥斯拉还有很多油带用来存放核燃料 在喷射原子吐息时 体内的器官需要相互调节配合 从而喷射出威力巨大的原子吐息 它的整个身体构造几乎就是一台生物核能机器 但由于原子吐息前摇太长 因此一般只作为远程进攻手段 或者再能终结敌人事才会使用 而当体内储存的能量过大 核聚变的反应更加剧烈时 就会达到红莲模式 但红莲模式对哥斯拉体内的反应炉要求过高 几乎超过了哥斯拉身体的承受极限 一般不再生死存亡的关头是不会轻易使用的 其次就是红莲形态诞生的条件十分苛刻 在电影中要不是人类先发射了一颗核弹 为哥斯拉补充了大部分能量 再由老婆摩斯拉的祭天 正所谓老婆祭天法力无边 在摩斯拉死前释放的灵粉加持之下 哥总最终才能开启红莲模式 从而秒杀一切 登上万兽之王的宝座